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科管齊下同心協力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終極報告出爐 在18個土地選項中小組推介了8個 短中期有3個 建議優先發展棕地 新界農地儲備和私人遊樂場用地 就著粉嶺高爾夫球場用地 小組建議先研究發展32公頃 中長期有5個選項上榜 包括維港以外近岸填海 建造大約1千公頃人工島等等 8個選項合共提供大約3千公頃用地 大家是否滿意這個優次 是否社會的主流意見 是否解決到香港人 住得貴細劑這個問題 另外外界就形容 報告公佈之後政府冷處理 擔心政府不會全部落實小組的建議 你期望政府如何回應這份報告 整個公眾參與活動歷時5個月 點心指的形式收集意見都算是破天荒創先河 這個方法還用得著呢 2019年第一次跟大家見面 今天的題目就是 土工組呈八選項大辯論全民平成果 今天有四位台上嘉賓分別是 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教授 五美琴 請 前長遠房屋策略督道委員會成員林小魯 林小魯也是前古之會主席 亦是資深的城市規劃士 另外還有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主席王遠輝 以及本土研究社成員陳劍青 大家好 現場還有兩間座堂在這裡 分別是來自佛教國光法師中學的同學 以及姓氏提犯孫的同學 大家好 馬上講講這份報告 講報告之前我想講講這份小組的目標 我看回當初小組成立的時候 提到的目標就是 凝聚社會最大共識 以公眾參與收集到的意見為基礎 議定概括綱領 就整體土地供應策略 以及不同土地供應選項優遲 向政府提出建議 幾位嘉賓不如先問主席 覺得能否做到這個目標 首先我要講講 這個報告其實建基於 我們今次在土地供應專家小組 所推動的工作裡 一個非常廣泛的公眾參與活動裡 拿到的一些社會上 一些主流的意見 而透過這些主流的意見 其實這個報告 除了大家聚焦了多些 在土地供應選項 這個正正就是我們當時 拿出來給社會大眾 大家共同進行一個 理性和全民的抉擇 裡面的選項之外 其實更加重要 我覺得或者小組 我覺得更加重要 反而來講就是一個 我們叫做整傳的 關於我們土地供應策略的一個建議 以至到在這個策略底下 如何去凝聚 我們一些可行的選項 這個報告其實既有策略 亦都有下面的一些土地供應選項 當然就算在策略上來講 其實都是匯聚了大家社會上 一直這麼多個月 過去16個月裡面 給予我們的意見 從而使得我們制定一個 我們認為政府應該走的一個 長遠去解決我們土地供應 短缺的問題 應該有一個機制 而這個機制是確保我們行上 以及及時地不斷檢討我們土地供求的情況 以至到亦都需要將這些資料盡量透明化 讓社會持續地能夠監察到 究竟今天我們香港土地供求的情況會是怎樣 繼而在裡面也應該有一個 我們叫做預警的系統 即使說不要像今次我們這樣 當我們十年十五年裡面 都沒有怎樣增僻土地 然後搞一個 是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再跟大家商議土地供應的問題 所以那部分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當然也都很寶貴地聽到大家 我們出了一個報告之後 就算就著我們的策略上面的建議 都有很多的意見 同樣地我會覺得大家如果多些討論 究竟怎樣來講 透過什麼辦法長遠去確保我們不會 再重度今天這個覆設的話 其實是很好的 也都希望大家經過這次 我們土地供應專長小組所做的工作 大家這麼積極地參與了我們的工作之後 其實這個時間正如報告裡邊 我們有一個結語 結語就說 小組當然就快完結我們的工作 我們的任期到二月底 同時間我也都希望大家 是一個時候放下我們土地供應的爭議 其實今後要做的就是 如何積極地落實 今次經過公眾諮詢裡邊 大家得到社會上主流的意見 如何把它落實 馬文主席 剛才就說想放下爭議 但兩位小組成員未必有這樣的感覺 吳永信就說兩極化爭議 仍未平息 韋志誠就說有些人堅持自己立場 是否真的可以做到凝聚共識呢 今次這個報告 我們沒有說過 如果真的共識是百分之一百的話 其實開始工作的時候 已經說明 我們不是希望能夠達到一個社會上 百分之一百的共識 我們希望透過我們推動的工作 提升社會上 對於土地供應這個議題的認知 同一時間當然是就著下面的選項 大家盡量給一些意見 而希望透過大家都能夠共同聆聽 因為我們講過小組是很主要的工作 反而來講就是聆聽社會上的意見 同時間對於一些持份者 可能一些選項對於部分的持份者是有影響的 你影響到他 當然他有強烈的反對意見 同樣地或者有些選項對於部分的持份者 他可能都會有一些利益的 很自然來說他就會支持 但是我們在說的是 我們應該同一時間都聽一聽 其他沒有直接受到這些選項影響的持份者 又或者沒有直接利益的持份者 我們整體來說 也都應該聽一聽其他人的意見 如果真的說大家都能夠同一時間 聽一下社會上其他人的意見 這個意見並不一定跟自己心目中的意見是一樣的 但是如果我們大家都能夠有一個聆聽的心 到最後在這個報告裡 正正反映了社會上大多數的意見 如果真的要共識的話 我們可以說這個是大多數的共識 而不是說全社會百分之百共識 在這個角度來看 我覺得的確如果大家詳細看報告 以至於看我們兩份 包括港大跟我們做所有意見的收集和分析 中大跟我們做隨機抽樣的意見調查等等的報告 全部都會公開 大家可以清楚地檢視到 這個的確是社會上主流的意見 好 謝謝主席 看看其他幾位嘉賓的碟體 小祖是否做到預期的目標 其他幾位嘉賓 劍青 因為我猜整個… 去年整個討論公認大辯論的爭議 其實很多市民都參與了 只是我和黃宇輝主席 同場的時間 我猜都上十次八次了 其實是很多的一些討論 很多的參與 即不只是官員給了很多力 市民都給了很多力 去想一些辦法 想一些發展的方向 有很多一些很寶貴的建議 走出來 但是我猜大家可能要看清楚那個報告 其實好像剛剛黃主席所說 其實有兩部分 第一部分 可能是小組的建議 一些專家和委員自己的建議 另一方面 就是一個港大民意報告 他收集了很多民間意見 一些調查的質性分析 我自己覺得 其實這兩個報告是有些落差的 如果大家仔細地去看清楚那些報告 當然可能 我們說民意那份是用英文寫 可能我也想問一下主席 為什麼沒有一個中文的版本 令到可能普及市民都知道 原來實質的民意反應是什麼 但是我看到有幾樣東西 其實是沒有在小組的專家報告裡面 建基於建議去提出的 例如你看到 港大白景崇教授做的報告 在裡面反應得很清楚 因為有一個前設 在土地公園專家小組裡面 是說一定要以一種公私合營的方式 去釋放一些發展商在新界的農地 這個是備受爭議的 我們在上一次同台在城市論壇的時候 我都已經問過主席 願不放棄前設 一定要以一個公私合營的方式 去開發新界的農地 為什麼不是回收 這次港大白景崇教授的質性報告 很深入去看到 其實主流的意見 有64%是比較傾向支持 用收回土地的方式 只有11%是支持公私合營的方式 但是在建議裡面 就是最終的報告 你會看到其實政府仍然堅持 就是小組仍然堅持 以公私合營這個前設 去建議政府做 當然它會說是獨立透明 各種各樣 但是這件事絕對不可以說 反映廣大市民的民意 另一方面就是 好 要增加一點 我猜在裡面 大家可以看清楚一點細節 所以我自己覺得是有一個落差 這個落差其實有一個背景 在整個討論的過程裡面 在上一年 其實由小組本身一開始委任的構成 裡面諮詢的方法好像有誤導性 有一些隱藏了的選項 好像沒有拿出來被人討論 到最後這個報告 出現一些落差 其實我覺得是不意外的 因為其實你看到有什麼的結構 就會有什麼結果 所以對我來說 我覺得剛剛主席有一個新的提法 就是說 好了我們2019年 要放下所有的土地爭議 那我就質疑是否真的做到 因為其實如果本身一個 叫做民意的報告 反映不到民意 民意是會用另一種方式表達的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 未必是做到一個 真的放下爭議 可能將生意會越抗越大 主席可以簡單回應一下 首先第一 就是我不同意 就是報告裡面分了兩部分 一部分就是小組自己經過討論之後 拿出來的意見 不是的 我剛才說過了 就算一個整傳的土地供應策略 這個全部都是我們公眾諮詢裡面 聽到大家非常寶貴的意見 其實有很多是講了策略的 不是每一個的意見 都只是集中了講選項 這個也很感謝社會上的各界 也包括專業人士 包括不同的地區團體等等 給了很多意見我們 然後才會做到這個報告 所以報告裡面 就沒有分小組的討論 然後得到報告 這個報告是社會上的報告 這個報告是社會上的主流意見的報告 第二就是 為什麼廣大的教授那個報告 沒有中文呢 他還沒說得及是有中文的意思 就快的了 正在翻譯的 因為大家知道 白景崇教授是外國人來的 所以他做的事從英文開始 好了 關於現在說的 我們說的一個 我們叫公私人合作的模式 去釋放私人發展商手段上的一些 一些農地儲備 這個 如果大家詳細看過報告裡面 寫得非常清楚 在我們公眾諮詢裡面 大家給了很多意見 大家其中一個前次就說 為什麼不動用收回土地條例 我們說過很多很多很多次 在這裡也說過 公私人合作模式 跟一直在用收回土地條例來收地 是完全沒有衝突的 即是說在今天 如果這些土地 是坐落在一個新發展區 又或者這些土地 全數拿來興建公營房屋 能夠滿足到收回土地條例 第124章裡面規定 滿足公眾用途的話 今天其實是不斷地收地 是收地的 所以適合收地就收地 這個建議是說 如果它不適合收地的話 究竟可不可以考慮一下 用一個公私人合作的模式 去釋放土地潛力 好,謝謝主席 我也交給另外兩位嘉賓講講 其實聊了十多分鐘 看看美琴,吳教授是否有意見 是的,其實我看了數據之後 回家做了一些架工 譬如同學生申請獎學金 多數有幾個評判 我們通常的做法都是 譬如三個評判都覺得 各同學生申請就好 我們就會過關 他有優先 我將量性和質性方面的結果 做了一個表來比較 事實上有兩個選項 大部分人,即三個 無論質性或量性 量性是包括問卷和電話調查 都是高於60% 如果在大學中的60% 其實就不算很高 不過我們都將門檻降低一點 來比較 一個就是棕地 大家都覺得棕地發展是無容置疑 第二個就是新發展區 當然裏面很多質性的討論 都是很關心 新發展區不是把石屎森林搬去新界 而是另類的城市化 比較能夠成鄉融合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 不可以說他沒有共識 我覺得這個是共識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發現一個很有趣 我想也有人提出的 就是很明顯是有代溝的 就是年輕人 其實你們 應該沒有問到18歲以下 因為研究道德不容許 我不知道你們的看法 但是年輕人意思是40歲以下的朋友 其實很多人都是提出環境的保護 就是影響最少是最重要的 這個也是我覺得是無容置疑的 是一些數據告訴我們 另外就是他們 他們都是比較多贊成發展棕地 或者一些新界的地方 而對於填海 尤其是東大嶼 他們反對的意見是很清晰的 很明顯的 我想問問教授 你覺得小組的報告 是否可以做到小組的目標 剛才我說的目標 剛才說的目標 就是引起討論 凝聚共識 以及就住市民的意見 來我排列這個優先次序 我覺得對於土地討論的認知方面 事實上我覺得小組 尤其是主席 他真的很勤力 去了很多場的公眾活動 起碼是讓我們知道 土地就不只是找土地那麼簡單 我覺得同學可以印證 是否豐富了你 在認識土地方面的知識 至於是否能夠凝聚共識 如果像剛才我的分析 起碼開始的時候 我記得可能幾年前 或者甚至去年開始的時候 我們說中地發展 都是被人說不行的 這件事不可能做到 沒有效率之類 但到今天大家會知道 其實香港是有很多土地 用得效率很低 而且生態價值很低 我覺得這已經成為了一個 大家很清晰的狀況 謝謝教授 都看著林小路的看法 十幾分鐘 我稍為從歷史角度去看 甚麼是歷史角度 其實如果我們說 詳策會的工作 其實當時我記得 詳策會都有提過 只看房屋供應 不看土地供應 搞不好 但為何當時政府不看土地供應 因為有個土地督道的委員會去做 其實幾年下來 用以往個別的新發展區 或者包括我坐在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 其實東大嶼各方面的發展 都諮詢過 每次這些獨立的發展 大家拿來討論的時候 聚焦的情況是不同的 這次來說 對比以往個別的討論 其實很明顯大家 在宏觀的角度來說 是聚焦 這件事我覺得是幫助市民整體 去挑選一些方案 起碼我自己感受到 以往我們說 新界東北也好 洪水橋也好 甚至東大嶼也好 很多以往 反對政府征地的意見 這次好像 起碼我看到主流媒體 不是反映出來 大家覺得支持征地 當然 真是落到收地那一刻 那個才見真章 包括棕地的問題 這件事我覺得 沒有可能要求 黃宇輝領導的小組 去解決執行問題 他只是在宏觀的選擇 但宏觀的選擇 當然仍然有很多的 大家未提出來 或者包括我自己在內 我經常都提 為何香港有 一萬六千多公頃的 綠化地帶 是否完全不能碰 這些問題 每一次提出新的問題 出來的時候 這些新的方案 自然會成爭議的焦點 但我們就不可以說 因為這些新的方案 或者看法 引致新的焦點 新的討論 所以今次的委員會 形成不到共識 我覺得要分開來看 所以在大的角度來講 我覺得 委員會今次的處理方法 是相當有效的 但當然你的手法 或者各方面 往後是否可以再重複使用 我想遲些再講 好 我們在第一節完之前 也問一問王主席 剛剛我也提到 今天其中一個重點 也想探討一下 就是政府是否應該要 照單全收 八個選項都要做完 主席經常這幾天都不斷說 一句就是 看不到政府的選擇性 落實某些措施 但我又看回 主席之前也說過 你都認為政府背後 必定有全盤考慮 技術及成本等等 或者會令政府 未必全數落實選項 其實是否 你自己都 有心理準備 都未必會用完 八項 首先在土地供應 短缺的問題上 我們一再一再強調 其實今天來說 這個問題已經迫在未知 甚至我們說 因為我們過去一段時間 沒有怎樣做過地 所以其實我們短中期 或者叫做短期的土地的短缺 尤為嚴峻的 意思就是今天 根本我們已經出現了不夠地 現在不是說十年之後 我們怎樣去找土地 去解決我們短缺的問題 所以基於這個了解來說 我們面對著這個問題 所以今天我們的確確 是沒有多餘的時間 去到逐個逐個選項去做 又或者我們沒有多餘的空間 去到就說 既然這裡有三加五 總共有八個選項 所以我們可以做A不做B 今天來講 我們再沒有這些空間 所以當然從小組的角度 為什麼我們作出這樣的建議 我們就說所有短中期的選項 因應著我們的短缺已經是非常嚴峻 除非有很強烈的理由 我們即是說整個社會不應該輕易放棄任何的選項 同時間對於一些所謂中長期的 我們就說做地是需要時間的 所以其實這些選項底下 政府其實都要馬上展開 所有有關的一些前期的規劃和籌劃工作 所以我們認為全部都應該即時開展所有有關的工作 所以從我們的角度 當然就是希望政府可以盡快就著這個報告 給予一個比較具體的回應 這個政府早一段時間都說過 除了感謝大家參與了這麼多的公眾資訊活動 給予這麼多的意見 這份報告政府會在短期內小心和仔細地研究內容 以及會盡快給予一個具體的回應 但是很多傳媒朋友很擔心主席你變成周永生2.0 你自己害不害怕 當然周教授是德高望重的 我沒辦法做到他第二 但是我會覺得在這個議題上 如果我們的報告的的確確清清楚楚地 反映了社會上一個主流的意見 我現在都說過了 這份報告就是除了它本身102頁 另外再加上就是港大和中大的報告 分別超過100頁之外 其實它承載的重量不是多少字 不是多少業數 它承載的重量就是社會上 透過這麼廣泛的公眾諮詢裡 所得到的主流意見 我認為在這樣的重量下 我真的看不到政府為什麼會選擇這樣 做一些選項或者不做一些選項 當然我有說過 任何土地選項都是非常困難的 容易的 我相信以前都做了 所以這次我們面對的全部都是比較複雜 比較需要處理很多持份者 持份者也好 它上面的一些 無論是工程、技術、環境等等 上面的挑戰 所以在這個造地的過程來說 少不免會有一些不確定性 包括時間和規模 如果真的在這樣的情況下 而導致最終沒有辦法 像今天的建議般落實部分的選項 或者部分的規模 到時候我覺得政府是需要 詳細地解釋給社會聽 基於什麼挑戰、什麼障礙 從而改變了這個做法 好,約石城市下次繼續 好,歡迎回來第二次承上談 今天我們討論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報告 其中一個焦點 就是政府是不是應該要 照單全收 即是吃全餐 八個項目都做了 剛才主席說了他的看法 另外幾位嘉賓怎麼看 覺得政府應該怎麼回應這份報告 我猜清 我想先說 因為我想幫之前幾家政府 平反一點 就是因為之前幾家政府 不是真的沒有做地 其實有很多一些新發展區的計劃 一直在整個討論裡做 不是因為以前沒有做地 然後我們就要去做這樣的一個二分 例如我們說洪水橋 新界東北 各式各樣的房屋發展計劃 可能現在很多在座的市民都住 即安達神社幹場 或者很多一些橫州 或者其他不同的地方的房屋發展計劃 其實那裡是整十年裡 都做了一千公頃的土地 所以我猜第一點 就是不要給大家 好像有一個驚弓資料 就是我們很久都沒有做地 現在就要全速地做 其實我覺得這不是一個事實 第二方面 其實如果我們這個狀態這麼緊急 大家的居住問題這麼嚴重 其實我反過來有點不明白 就是如果這麼緊急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不直接更加好地用 修回土地條例 直接收拾整個農地 而在這個過程中 反過來要用一種公私合營的方式 好像要將本身我們的發展主導權 拱手相讓給發展商 你對政府的回應有什麼期望 其實我現在暫時未看到 政府有具體的回應 但是問題是 就是我自己也不明白 如果這麼緊急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不是要堅持更加好的一些 我們去用一種方式去主導我們自己的主導權 而是變相會建議 額外一些更具爭議性的一些土地選項 這個其實我覺得 例如我們經常說 這次是要建立土地儲備 但其實土地儲備不是一個選項 大家應該要清楚 它是一個權力 如果政府堅持用收回土地條例 整個新界都是它的潛在儲備 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而到現在這一刻 我們仍然未見到 其實好像反過來 一方面好像很強調 我們要幫市民長遠去想 建立土地儲備 好像在合理化一些選項 例如人工道 但是另一方面 政府好像想退後一點 讓土地發展的方式 讓發展商主導 我自己就覺得有些自相矛盾 好 謝謝劍青 另外兩位嘉賓 林小佬 我想在政府接不接受 這個委員會的建議之前 我們首先要問自己 你能否給政府很多借口 令他不接受 剛才王遠輝也說 他做了很多功夫 完成了報告 我現在跟他說 其實我不相信他這個工作完成了 接下來這段時間 如果大家有很多不同意見 針對選項 甲又不行 月又不行 將以往的問題 重新浮現出來的時候 政府就大條道理 你也拿不到主流民意 那我就反了它 或者我個別抽取出來用 現在政府還未表態 同樣來說 政府冷處理 或者熱處理 如果政府抱著他們的委員會 給了沙發 他們坐在電影院 大家可能的角度又說 你擺明和政府開路出來 可以兩個角度 所以這是一點 但我也想少少時間 回應劍青剛才說的話 如果我們在總量那裡 今天都達不到共識 不用走 我用了一份文件 其實我用了20年以上的一份參考文件 其實1997年4月 是立法會秘書處做的 一個調查 當時所謂回歸之前的土地儲備 是多少 4800公頃 我們今時今日又說4800公頃 不過對不起 剩餘下來其實是300多 我們根本是完全不足夠 如果我們仍然在面對 最近這麼嚴峻的房屋興建落後的問題 我們都是初陀歲月的話 對不起 我當政府 我都會回去以往的做法 逐一鋪和你打 好 美琴呢 我想其實有一個數據 我想政府可能需要和我們討論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有些 正在建的新發展區 那裡政府203年家都說 3600公頃就找到 其實那些地一定比任何選項 這些土地 怎樣可以回應到我們現在最迫切的問題 這個資料我是沒有的 我覺得這個資料是重要的 因為其實我看過一些 譬如新發展區的規劃 用地方面的效率都是低的 如果那裡有些改變 有些微調也好 或者多些調整 會不會有些水深火熱的人 住房的需要 即時能夠舒緩 我覺得這個政府是需要回答我們 第一 第二就是其實我們講土地 剛才主席說 其實土地策略背後是要有規劃的 規劃策略才是那個重點 不只是找土地 這個問題是政府需要回應這方面 我希望政府會做這方面的事 那你覺得政府不應該要做完那八樣東西 照單傳收 如果呢 剛才我說 如果以量化和質性 很明顯的 中地和新界的土地 是需要重新去規劃 討論 不是討論 即是重新規劃和去調整 那個狀況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共識 那一定是要做的 至於填海方面 其實我個人來說 就會覺得 如果你新界做得很好 但還是不足夠土地 那我們沒辦法 可能都需要用一些 環步的方法去想填海 又或者在這個 譬如有很多人討論 香港其實 我們未發展到一個階段 就是零廢物 如果我們真的有些 是需要 有些填料 我們是需要找地方去做 而長遠來說 也可以做填海 又不污染生態 而是將那些填料 變成 讓生態可以更加好發展 如果做到這樣 其實我覺得 我不介意 填海作為一個長遠的概念 但前提就是 我們有的土地 我們要先將它的生態價值提升 好 在交給台下之前 我也想問多一句 主席王元輝 就是 我引述《蘋果》的社評 就說如果連報告 八個選項都未能落實 公眾不會再陪特區政府 做秀 特區政府任何決策 都不用再公眾諮詢 你怎麼看呢 如果八個選項都未完成 你會怎樣 剛才也說過 其實真的看不到 一個既然有這麼多 大家參與了 然後社會上的儲留意見 出來一個報告 真的看不到哪個選項會做 以及哪個選項會不做 再加上 剛才幾位講者都可能會說到 既然今天我們迫切的情況 已經是 黑不容緩 甚至往往我銀行 我銀行的背景 我就會用銀行的術語 今天如果真的土地供應來講 我們根本已經透支了 即是說過去一段時間 我們根本沒有做過 或者沒有怎樣大規模地 找過地做過地 所以今天我們一開始 已經有短缺了 正正我們今天 平均公屋輪候時間 5.5年 樓價貴到大家 根本完全不能負擔等等 這個反映了出來 所以其實我們沒有一個空間 先做一些 或者然後才做其他選項 在一個小組的角度 以至到在社會上 得到的意見的角度 其實全部都應該開展 因為最後 其實沒有一個選項 出來的時間是一樣的 正正他們就由時間上來講 落實的不同時間 所以也因為這樣 我認為我們沒有一個空間 先做一些 然後才會去到其他 建議的選項 好,謝謝主席 再次重申這個觀點 和我交給佛教國光 法師中的同學 講一下自己的意見 主持各位嘉賓 大家好 我就有一點點建議 香港就有很多舊的住宅 例如是唐樓等等 如果我們重建這些住宅 在一些樓層較高的住宅 增加發展密度 這個會不會都是一個 可能的方案呢 謝謝 好,謝謝 接著我交給聖事提法書院的同學 主席和各位嘉賓 大家好 我想問一下 剛才伍教授說 看完一份報告 就知道年輕人 是注重環境保育的 但是今天的發展 是屬於下一代 這份報告 它本身諮詢的時候 就說 一千公頃的填海 但是施政報告又提到 人工度要推一千七百公頃的填海 那是否漠視了下一代的意見 也沒有做到結合民意呢 本身小組和政府沒有一個共識 那又如何在社會上達成共識呢 會不會覺得政府是漠視了小組呢 好,謝謝同學 然後我交給蔡清三這位先生 剛才台上的講者都說得很好 就是說 現在我們經常討論供應的選項 但其實房屋政策 這個是最重要的 因為如果你沒有這個前節 基本上你做什麼選項出來 都會跟發展相經邪的 我們經常說 林鄭都說放寬 我們經常說公私營房屋六四比 她說可能放寬 但是我們不要被這個數字騙了 因為它是說單位數目 它不是說土地的面積 我引用回香港電台 香港電台 之前有個劇集都說過 就是說 在東中西公私營房屋 那個新發展區的比例是六四比 但是公營房屋只佔五公頃 私營房屋竟然佔二十三公頃 好 這個是在鏗槍宅表達出來的 我們要分清楚 怎樣為善用土地 好 謝謝 交給大眼鏡店位先生 就這個公文資訊來說 如果政府不能落實那八個措施的話 其實真的預定做周永鑲第二 我也覺得這個非常難搞 但是其實我覺得 第一,土地供應這件事 就是說如果有爭議的 例如棕地發展 或者公私營合作的東西 其實這些應該要放到比較後的排序 最後一件事就是 其實我們說土地供應 五至十年 歲月可能去到三十年的 青年營的意見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其實是放在他們未來的土地 如果青年人不喜歡填海 不喜歡破壞環境的話 政府是必須要尊重的 好,交給這位女士 大家好 土地組廣泛諮詢民意 政府托地有堅實的民意支持 客觀資料、科學、數據說明 很多市民贊成為港以外填海 名印大餘大增土地的儲備 更將打造新商業中心 這屆的政府已經著手去做 立法會應該理性地討論通過撥款 土地不開發永遠不會被益社會 尤其是明日大餘 應該盡早由購賞 形成計劃付諸行動 好,麻煩你,佑錫鎮 下一節回來繼續台下發言 好,歡迎回來再次承上談 今天我們說說 土地供應諸澤小組的報告 繼續交給台下朋友 發言交給後面打眼鏡 這位先生 各位嘉賓好 我是公民廣談嘉俊 第一點,剛才說了很清楚 就是收回土地條例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亦都可以創造很多土地處 因為其實在七年的立法會 一詳裡面說到 只要你在公共房屋 就已經可以用收回土地條例 但到現在都不知道為什麼不用 第二點就是 其實還有九百多公頃的 一些鄉村式發展的官地 而今次的報告裡面 也是說我們社會上沒有共識就不用授 其實這些也可以做 最後一點就是講到 即使林鄭講到七三比 但是裡面說的是公營房屋 不是公共房屋 其實這個是大家必須留意的地方 因為今時今日講到五點五年 就是輪候公屋的輪候差時間 但是你將來用多少土地都好 你不是公屋的話 你一樣幫不到一些基層的人士 謝謝 好,交給台下的這位女士 是,早晨,支持各位嘉賓你們好 我覺得土地問題已經迫在未知 必須假揭 但是不是看到土地 就可以認為可以建公屋 有沒有考慮到環境的因素 有人已提出可以在葵涌碼頭 密地建公屋 我認為包可行 因為我經常去貨櫃碼頭做事 那裡的廢氣污液很嚴重 加上交通也不方便 我認為明日大熱能夠 給我們一個清新和環境舒適的基礎 還有有人反對填海 主要是覺得會賭錢落海 我認為可以發行債券 謝謝嘉賓吳迪希 我想問問黃先生 你們的調查本身不是評分的 只是接不接受 這本身就是一個缺點 反映不到人們的支持或者不支持 還有你們的選項有很多 在中短期和短期都出現了兩次 會不會是因為那些選項變得多了人 還有一件事我想問問你 昨天我聽到你在商台說 如果他的高血呼吸收回 搬遷要考慮他如何重置 但政府去年3月的諮詢文件 都沒有考慮這件事 你們自己在網站上都可能考慮 為什麼你突然提出要考慮 如果真的要幫他重置 那就是不用搬遷 謝謝嘉賓前面大帽 李慧先生 大家好 政府在初期調查土地的儲備量 只是說調查而已 沒有說廣明一定要怎麼做 當然政府收到大數據之後 他有一個全盤的考慮 現在問題最迫切的 遲遲為何政府在環州半島 由一期、二期、三期變成一期 又是做不到 發展大東北到現在都做不到 你說那些棕地 即是你完全沒有信心去做到這八樣東西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渺渺渺渺渺 根本就要重築 你起吧 手上有個地 你馬上又起 好 麻煩交給後面大眼鏡 各位年輕朋友 其實我看回本土研究室 上年三月的報告 它就說 其實現有1,100%的棕地 其實只要發展三分一 已經可以發展到百萬個單位 按次推算 全部棕地發展其實有24萬 而發展棕地的成本 從時間絕對短過和快過田海 所以我們年輕人 要支持發展棕地 就是這個原因 第二 剛才我聽到價格的問題 其實我看回統計處數字 未來30年的家庭住戶 會增加48萬 無論大嶺庭是棕地一起發展 都追不到這個數字 其實是否應該在減少需求 壓止需求或減少需求的前提 去增加供應的方向 好 交給知識三這位女士 多謝 大家好 我多謝專財小組八項選項 市民的共識就是多管齊下同步進行 希望政府迎難而上 全部落實 哪一項選項市民都會有意見 我希望大家體諒一下市民 放下自己的政治目的 以及自己的私人利益 而且我覺得 鑑於香港的地勢 填海才是最解決的土地良方 只要做好財務、工程、監管和透明 賭錢落海的口號 便是不公自散 好 交給前面黑色衣服 李懷先生 其實整個大辯論一開始 就是這樣 你們聽到一個訊息就是 我們不夠地 無論如何都不夠地 所以林鄭現在看《市政報》 玩了一件事就是 填海你畫一千公斤 他填夠一千七公斤 他在玩一個期望管理 他希望我們將來的土地供應 我們預計是嚴重超過我們所需 我們的價格才有機會跌 即是想填一千 跟你說一千七 對 說一千七 其實他就是 他在玩這個遊戲 你經常說土地收回條例 其實為何政府經常不敢用呢 其實我也害怕 因為如果他用了的話 其實可能隨時任何樓 他都可以說 舊樓的 他說用土地收回條例 一樣可以收 所以其實這件事 為何政府很小心用的原因 好 交給後面 知識三位的女士 房屋嚴重短缺 上樓難 劏房多 三個中短期的選項 我覺得是比較容易入手 棕地 私人農地 遊樂場 都是現成的土地 可以填補一千二百公頃的短缺 東大如填海 可以做這個土地儲備 維港以外的近岸填海 我覺得小組是沒有忽樂到填海 是取得土地的最佳方法 我們最終都是要尊重政府的選擇 即是政府做不做都行 你覺得是嗎 交給後面戴眼鏡 這位先生 創造容量這個 我絕對支持 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但是你要像粉嶺 高爾夫球 如果你能夠公屋 居屋 和豪宅一起 天台和場外屬於政府 那八個洞 可以重新在那裡搞 我覺得還加了一個 driving range 在外國現在有很多 豪宅和高爾夫球 共同一起 不好意思 大家合在一起 我覺得這件事 是可以滿足了 聰明和其他不聰明的人 都可以用高爾夫球場 謝謝 謝謝交給郭福論壇 不如整個高爾夫球場 改成城市打高爾夫球吧 其實王先生所說的八件事 政府現在有選擇性 在宣傳就是明日大禮 其他什麼都不說 所以預計將來 你那八個選項 一定不會全都用 而且反過來 你的所謂大辯論 你的取態經常說 專家意見、團體意見 你有沒有想過公眾意見 以及年輕人意見 你都是沒有說 但是他現在說質化的 是團體和專家 他沒有質化公眾意見 他說那些是量化的 但你記住 我們市民用家 先是土地的用家 年輕人才是最重要的 好,謝謝 回到台上 最後幾分鐘了 除了想回應台下 我也想說說 剛才我也說 小組最後都有提到 一個新的跨部門協作方式 推動持續土地供應策略 主席提到創造容量的概念 幾位嘉賓 會不會都有些意見 在這方面 我猜創造容量 這個說法很好聽 因為大家 儲錢是一個美德 儲多一些東西 但問題是 在整個資訊的過程 其實政府或小組 只會問你 儲多一些錢好不好 每個人都一定說好 但他沒有告訴你 儲錢背後的成本是什麼 在整個資訊的過程 他沒有交代 東大魚都會人工倒 其實實質是要做多少 成本有多少 我們要付出多少代價 下一代其實要付出多少 要有債務的情況 有很多這些背景 例如我去買多些菜 給你吃好不好 當然是好的 一定不會不好 但你買菜 沒有人說你 本身是買蝦 你去買龍蝦 對嗎 其實我猜在整個過程中 整個資訊 為何有誤導性 最後為何有八個選項 我們短缺一千二百公頃 現在建議三千公頃出來 其實是有空間 將市民的意願排休恥 然後這個休恥 可以建議給政府 因為你不建議政府 其實就是政府自己排休恥 好 林小龍 我想看回其實這麼多的選項 如果說回大格局 如果我們說 新界東北洪水橋 這些推出這麼多年的地方 大家都仍然不接受 原來政府會用土地收回條例 可能事而不見各種原因 而我們去說一些 另外一些比較遠期的事情 包括東大嶼這些天海的時候 根本連真正的研究都沒有去做 這個我想是小組去 把這些所謂的選項 放在諮詢公眾的時候 其實是原有的一個困局 但在這個基礎上 我們要了解一件事 起碼我自己做規格師的角度 我是分三類的 第一類就是 你未開始發展的土地 包括水域 第二件事就是 本身覺得是荒地 或者是使用率低的地方 第三件事 其實已經發展了 你要重建的土地 如果我們說市區重建 或者任何東西 要加一個容量的話 其實 這是一個理念上的問題 你想住到幾劑壁 好 現在我們在說 新界的地方 容量是遠低於市區 好 時間有限 但是今天我們 在這個地方 城市論壇 大家可能忘記了 這是新界 1937年才變成市區 好 美琴 少許時間 我覺得創造容量 剛才小路說 新界其實真的在這個討論裡面 我們覺得 除了說明日大嶼 我想很多人會反對 年青人 但是明日新界可能是一個概念 我們需要去討論 明日新界現在的密度這麼低 用得這麼差 效率這麼低 是否大家需要去想想 如何創造容量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必須要強調 就是那裡有很多農業 城市的農業很重要 環境的生態也是很重要的 生態又發展 經濟又發展 人又可以有好的居住環境 這個就是我們的目標 好 最後30秒了 王妤芬 我要解釋清楚 創造容量是基建先行 創造容量 跟剛才兩位說過 或者有一點點不同 當然我明白到 新界可能基建先行之後 會創造到一定的容量 大家小心看一看報告 第二 年輕人 在我們185場公眾諮詢裡 20場是跟各區裡的 青少年事務委員會底下的 一些青年人交流的 23場是跟不同的學校 直接去到學校裡 跟很多的同學 即使在未來